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王总院里最尴尬的几对行李 你猜是谁 别的CP都是相爱相差 他们却只能相杀 更有另外几对行李居然上演了 峡谷版回家的诱惑 而峡谷里最恩爱的行李 就是他们了 不声不响出了七套行李皮肤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看看吧 说起峡谷里推出的一对对行李皮肤 那都是男帅女量 让人好生羡慕 当然首先排除主量的武林仙君 他的CP可能是那把扇子了吧 那除了注量 像早期的小乔的纯白花架和周瑜的真爱至上 以及后来花木兰和蓝领王的默契交锋等等皮肤 都是收获了广大玩家的一致好评 但这一众好评如查的皮肤中 却也有那么几对 对局中是几乎见不到的 不过也就少了暗粗粗塞我一嘴狗粮的可能 我先给个好评 首先是周瑜和小乔了 由于两个人都只能走中路的法师 不像那个女人一样 可以偶尔打打对抗路折磨对面的战士 所以他们拥有虽然两套情侣皮肤 却几乎很难同时选出来 唯一同时出现在一场对局中的方法 也就是只有红蓝放一边一个 选出来也就在中路对对方大打出手 一个铲子省得了 和周瑜小乔情况一致的才有志珍宝和紫霞 他们之间的故事甚至比前者还更复杂 两人同属打野位 露娜打边会非常缺蓝 猴子也几乎离不开蓝buff 就注定了两个人不可能同时出来 选出来也注定在对立变 不过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个剧情还挺符合原著的 我先哭为敬太痛了呀 不过虽然志珍宝和紫霞不能同一方 但志珍宝和白晶晶可以呀 这么一下好像更痛了 我再哭为敬 还有更离谱的是 他们就是云中军和姚妹 官方司机里面的他们 谁看不说一声甜 一个打野一个辅助 同一局拿出来也很合适 可是云中军现在的强度设得太低了 全分断出场率1% 姚妹就是高达23% 你看官方给的姚妹双排三排阵容 我只能说懂得都懂 尘埃战士的哭泣 快加强一下云中军吧 说完离谱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霞谷里 对应该的情侣 他们是干将摸爷 永远都是同时上场 一起战斗 涮上圆皮足足有7套情侣皮肤 谁说了不羡慕 说了情侣皮肤 王者里面还有很多套系列皮肤 有的也不能同时拿出来 就比如说猪年限定的五胜兽 以及五虎上将 阵容缺少法术出出 真到了对局里 你掏出来一个菜刀大队 对面怕是笑歪了嘴 不过新出不久的赛博刘关章 皮肤不仅好看 阵容分配也十分合理 且三兄弟强度在线 和兄弟三排都可以选一手 就是啊 这谁当大哥二哥 谁当三弟 怕是要争论一番了